他爱他的任劳任怨 他爱他的漠然顺从 丝毫不反抗 他当然爱他了 视频中 这个被涂雷讽刺的男子 是严先生 他究竟做了什么事 让涂雷忍不住这样说他呢 我爱老二之后 他更二话不说 直接就把我撵回老家了 说在这我也照顾不了你 直接就把我撵回老家了 我在老家就是一直 他也不回去 到了我生老二的时候 他也没回去 连孩子满月 一百天都没回去 原来便女士与丈夫 严先生结婚13年 婚后丈夫只顾工作 对他和孩子不问不问 忍受不了丈夫的冷梦 于是便女士找到节目组 希望能通过导师的劝导 让丈夫回归家庭 那么两人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当时是我老姨 给介绍的嘛 所以我回家见了一面 就感觉还可以 我们应该是 第一次是八月份见的面 然后第二次见面 应该是十月份见的面 然后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就提出来要结婚 然后是十二月份 我们就结婚了 当时我们出去逛个街啊 然后看电影啊 之类感觉他还是挺不错的 也挺会关心人的 感觉这个人能值得我依靠 所以当时说结婚的时候 就相当于把自己赌了一把似的 把自己的青春就依靠给他了 两人竟是闪婚 见了两次面就结婚 便女士觉得严先生够稳重 值得依靠 就曹操把自己嫁了 严先生也是真的事业心很重 就连婚姻大事都是速战速决 坚决不多占一份工作的时间 结了婚就立马又跑回北京工作了 一般新婚的小夫妻都是密里调油的 但到了严先生这里 老婆哪比得上自己事业重要呢 所以她没有一丝留恋就又跑去工作了 贴下新婚的妻子在家 在家守着的便女士是孤独的 尤其是看到邻居和她有同样的处境 就更能感觉这种夫妻分居两地的痛苦 所以尽管知道自己出去工作 可能会很不适应 但便女士还是决定跟着丈夫去北京 毕竟夫妻在一起才算个家嘛 过春节的时候她回到老家 我就跟她商量 我说你能不能在老家找份工作 结果她还是坚持 我没有宁过她 只好跟她一起去北京工作了 去北京了 那不是挺好吗 到北京现在回想起来 那一段时间还是最幸福的时候 你看看 那才我们租了一个八平米的小房子 一个月虽然就一千多个钱的生活费 但是感觉还是最幸福的 便女士和丈夫在北京过得很清贫 每月都省吃解用 可就是这样相依为命的生活 让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尽管过得艰难 但那段岁月确实是结婚13年来 便女士过得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了 可这段幸福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很快的便女士就怀孕了 从有了我家老大的时候 因为当时怀孕的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怀孕 就因为肚子疼 然后就去医院检查 结果检查是怀孕了 医生就建议我在床上躺着保胎 有一天我就肚子疼 我就给他打电话 让他陪我去医院检查 打电话也不回 发了短信也不回 最后我等到他十一二点钟 喝得最幸福的回来的 他回来之后我就跟他吵了两句 他当时就怕吵到了隔壁邻居 就让人家说 然后就说那个 我明天给你买好吃的 就哄着我 把我应务下 他躺下就着了 第二天的时候 我说我想吃水果了 你给我买点葡萄来吧 结果就跟我说 你自己没腿啊 自己去买些 我就当时就心寒了 我还怀着孕 在他心目中 都一点位置都没有 严先生可真够冷漠的 自己妻子初次怀孕 他没有一点将 要做父亲的喜悦 也不会多放一份心思 在怀孕的妻子身上 在妻子委屈控诉他的时候 他心里没有辉酒 不想着怎么哄妻子开心 反而只担心吵架 会不会影响到邻居 他这冷漠的举动 让便女士一气之下回了家 因为我那天是在忙顾客 忙顾客的时候 没法给他回电话 你不是还喝酒了吗 因为我是那个店的领导 根本就没把我放在心里 当时我还回来 把他孕呢 咱都别找理由了 反正就是你那天喝酒了 然后你就得回家了是吧 回我爸妈家了 是你父母照顾你是吧 对 回我爸妈家之后 两三天他也没给我打电话 因为我想你回爸妈 正好父母可以照顾你更好 一个礼拜吧 他给我打电话 居然打电话 他不是让我回北京 他让我去他爸妈那边 这是为啥 他说让他爸妈照顾我 因为父母照顾的会更好 营养吃的也会更好一些 因为我毕竟在北京上班 所以照顾的肯定 不会特别的周到 面对妻子的控诉 严先生还是各种理由 既然自己不能照顾妻子 他就把照顾妻子的任务 推到了父母身上 也没想过妻子在家过得好不好 是 我听他的话 结果呢 回去之后 他们弟弟也忙 还是我自己洗衣做饭 似乎老人 那天我就想吃肉了 然后我就跟妈说 我说妈 咱今天买点肉吃吧 既然妈回了我一句说 没有钱买肉 当时我气得 我说妈 我今天不在家吃了 我回我妈那边吃 回去之后 我就打电话 告诉她发生什么事 然后我不想回去了 结果她二话没说 把电话就撂了 第二天她就赶回来了 还气冲冲的 把我接回她爸妈那边 我们俩进屋嘛 然后她就跟我说 你不是想吃肉吗 给你钱 这钱够了吧 够你买肉的吧 就夸把那钱 就甩到我的床上了 便女士拗不过丈夫 听了她的话去找公婆 可没想到 面对她这个怀孕的儿媳 公婆不仅不照顾 还连口肉都不想让她吃 冷漠程度 简直跟她丈夫一模一样 在婆家受了委屈的便女士 只能回娘家 不然在婆家 指不定要遭什么罪呢 这边丈夫反而觉得 她无理取闹 你不跟我说 你还知道那回娘家吗 还得让我跑一趟回家接 对啊 那你就把她接回北京 不就得了吗 你想的是 在父母那儿照顾的周全嘛 现在既然照顾的不周全 为什么不接回北京呢 因为她马上就面临着要生了 所以肯定到北京 我工作肯定照顾不了 听着妻子委屈的话语 严先生还能翻个大白眼 哪怕妻子哭再多 他都不会有所动容 还找一堆借口推卸责任 甚至孩子生下来 他都没有回去看过 当时孩子生了 他也一直没有回家 这为啥不回家呢 生老大的时候我回家了 啥时候回家了 我都没看见你啊 因为我回家那天正好 他要跟孩子休息呢 所以我看他俩都挺好的 明白吗 母子都挺平安的 所以我就直接又返回上班去了 便女士遇到这样的丈夫 真是到大梅了 孩子都生下来了 也没见过丈夫 现场听到丈夫 曾经在她和孩子 睡觉的时候回来过 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她千里迢迢跑回家一趟 怎么不在家多待一会儿 哪怕跟她和孩子 说一句话也是好的呀 就这么匆匆离去 难道家里有什么洪水猛兽不成 整个月子期间 便女士都没有在婆家 得到该有的照顾 那一段时间真的过得很痛苦 也是很久才见丈夫一次 那在你的印象当中 你把老大大闺女生完之后 再见到你先生是什么时候了 一个月吧 就是过春节她回去 就是年根 闺女是年根生的 是吧 对 然后就过春节了 然后呢 一过完春节她又回北京 是吧 对回北京 孩子多大的时候 你又去的北京啊 孩子差不多两岁的时候 我就把孩子 放给父母了 然后我就回北京 跟她一起工作 那个时候她就告诉我 咱俩好好工作 咱继续 到时候生活好了 把孩子父母都接过来住 不是挺好吗 然后呢 但是她平时就说过 儿女双钱 我就想再要一个孩子 看看能不能把她拢回去 严先生一心扑在北京的事业上 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一趟 从不会在家久待 夫妻两地分居始终不是个办法 便女士就想着再怀一个孩子 挽留丈夫 家里有了两个孩子 自己丈夫就能把心思 放在家庭身上了吧 怀老二之后 她更二话不说 直接就把我撵回老家了 说在这我也照顾不了你 直接就把我撵回老家了 我在老家就是一直 她也不回去 打电话也不接 我就感觉不对劲 心里就没有安全感 到了我生老二的时候 她也没回去 连孩子满月 一百天都没回去 这是为啥吗 忙挣钱 真的是这么想的 对我就想 你一个月就是一个月 给家里寄回去多少钱 忙成这样 最多给你两千块钱 是每个月都寄还是 不是 差不多得两三月吧 另辩女士没想到的是 自己一怀孕 丈夫就像对待烫手山芋一样 把她扔回了老家 甚至还怕她在家里也影响她 索性电话也不接 孩子生完也没有见到丈夫一面 那既然丈夫这么注重事业 想必也挣了不少钱 可她两三个月才寄回家一两千块钱 也不知道在外面天天忙的什么 人也不回来 钱也打不回来 所以我就一直对她在外面也是不放心 第一个我就为了这个家 想让她一起回来生活 能照顾孩子 能照顾父母 行那现在这孩子都在老家读书是吗 是 孩子谁管啊 孩子父母管着呢 那你呢 我现在也是在北京跟她工作 就是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生活 结果呢 您是在老二多大的时候又回到北京啊 在老二上学了 我才出去的 然后你们俩就生活在一起了 也没在一起 到了北京怎么不在一起呢 即使妻子还是跟着严先生来到了北京 严先生也没有跟妻子住在一块 他跟妻子在外人看来就是名义上的夫妻 实际上两人格格格的 也为常年分居两地 便女士是一刻都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 他迫切的需要丈夫早日回归家庭 他们已经对孩子亏欠太多了 我就为了这个家庭 所以我才跟他出来的 如果我要放弃这段婚姻的话 我觉得对不起啊孩子 您考虑过放弃这段婚姻吗 以前考虑过 但是我碰不掉孩子 因为当时我家孩子那小的时候 父母也是带着孩子去工作嘛 工厂里面就是有机器比较危险 孩子碰着手了 当时孩子手那点还缝针了 便女士是为了家庭才和丈夫出来的 可孩子一天天长大 他们已经缺席太多了 甚至孩子在家磕着碰着他们也无能为力 丈夫可以对孩子不管不问 可作为母亲的她 怀胎实业 两个孩子都是她心头肉 她怎么舍得自己孩子在受苦 那您平常您也和丈夫一样是 逢年过节才回家 还是有的时候您也回家呀 我回家比较多一些 您大概一个月回几回啊 一个月最多一次 一个月回一次看孩子 两孩子都给爷爷奶奶照顾了 是 哎呦 这个日子过得 所以是现在 老师一直都在给我打电话 就说孩子现在面临着上六年级了嘛 好好好 六年级了 然后以后就上初中了 然后孩子再不管的话 第一个孩子就到叛逆期了 第二个孩子以后你再不管就会走上弯路的 在成长过程中 小孩最需要的是自己的父母能陪在他们身边 陪着他们长大 如果自小缺乏父母管教 那这个孩子是很容易走弯路的 便女士也是担心这个 自己两个女儿都做了那么长时间留守而同了 他们做父母的再不及时陪在孩子身边 在孩子叛逆期的时候不看着些 那这孩子怕是这辈子都要毁了 事情都如此严重了 赵川忍不住问严先生 你到底还想要这个家吗 你还想要这个家吗 想要这个家 那就回去呗 因为我回去以后 我就感觉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你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 是我想要的 那你就把婚离了 过你想要的生活不就完了吗 何必那么自私呢 我听明白了吗 就等于老大老二 他都没承担任何责任嘛 就给家里寄点钱嘛 然后即使妻子去了北京 其实他也没跟你做夫妻嘛 基本是这意思吧 那你图啥呀 你可以要你的生活 你跟人说清楚嘛 因为我感觉还是很爱他的 好家伙 这是两头都想要啊 既想实现自己理想 在大城市扎根 又不想放弃自己妻儿 毕竟妻子永远是他坚实的后盾 哪怕他最后一事无成 也始终有人在家盼着他 严先生这如意算盘打得还挺好 结婚13年对妻子不问不问 现在还有脸说爱自己妻子 这话是怎么有脸说出口的呀 在听过两人故事后 导师们会发表什么看法呢 严先生 我都不想去跟你说 你做的这些让人觉得很过分的事 关键是你现在的态度 你并不觉得我做的有什么过分的 你也并不觉得 你现在是两个女儿的爸爸 我都不谈你是他先生的这个问题 就是不管怎么样 你有血脉在这个世界上 孩子他们要长大的 他们以后长大的 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这样的 他们怎么去面对自己未来的人生 你不想这些问题吗 如果你没有想要去尽这个责任 你干嘛要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就麻烦请你尽一点责任 不为他为孩子行不行 真的很少有父母不为孩子考虑的 可严先生所有的表现都在证明 他从始至终都是为他自己活着 妻子女儿就是他的附庸品 他从未对这个家庭负过责任 因此莎娜老师忍不住质问严先生 如果他一开始就没想过对孩子负责 那为何会把孩子带到这个世上呢 既然孩子已经有了 希望严先生能对孩子尽一些做父亲的责任 对辩女士 莎娜老师也提供了一些建议 然后辩女士 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放手 就现在这个人已经油烟不尽了 跟他说再多没有用 你说为了孩子有一个爸爸 所以你不想去离这个婚对不对 你觉得现在孩子有爸和没爸 有什么区别吗 他见过他爸几面啊 你因为为了把他拽回到老家 然后错失了陪伴孩子 现在他回不来 孩子没人管 成了留守儿童 两边全都没落好 不要再抱任何希望了 这片就翻过去了 你现在回头去照顾孩子 还来得及 孩子不是马上要生初中吗 对 女孩在这个时间阶段非常重要 需要妈妈在身边的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严先生这人有多冷漠 所以导师劝导辩女士 不要再把心思扑在这个人身上了 根本不值得 不要为了这个冷血的丈夫 错失了陪伴自己孩子的大好时光 根本不值得 丈夫拽不回来就好好陪孩子 不要最后闹得两边都落不着好 对于严先生对妻子的爱 涂雷有不同的理解 我一点都不质疑 他说他爱他 你知道吗 他真的是爱他的 他爱他的任劳任怨 他爱他的漠然顺从 丝毫不反抗 他当然爱他了 无论我投资是否失败 无论我在外面遭遇到什么样的风雨 我还有一个窝落嘛 他当然爱他了 这一点我毋庸置疑 你是爱他的 虽然你跟我们的爱的概念不一样 我们觉得爱就要付出嘛 你的爱就是索取嘛 你觉得他听话 法律程序他教你了 对不对 我们不能因为对一个男人失望 而导致到另两个孩子 将来的人生道路也是灰暗的 你说呢 你不为自己为孩子想一想 好不好 图磊认为严先生是爱妻子的 不过他的爱和大多数人不一样 正常人的爱都是陪伴和付出 而严先生的爱只有索取 这种爱显然没有太多人接受 所以图磊劝解变女士 法律程序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不为自己也要为孩子考虑 看来他是不支持两人在一起的 在听过导师们的建议后 两人能否牵手成功呢 老公 你看你在外面也闯荡了这么多年 我一直反反乎乎也来北京 拜你工作这么多年 一直都没有时间带孩子和我 一起来北京生活 你就跟我回家 一起陪孩子父母吧 其实我很想陪在你们的身边 天天跟你和孩子在一起 但是现在不想让你跟我一起吃苦 所以我要再考虑一下 是否跟你回老家 尽管导师们再三劝说 变女士还是坚持几件 一心想要挽回老公 孩子越来越大 她一个人的力量始终太单薄了 养不起两个孩子 严先生也不想失去这个家庭 最终决定放弃北京的事业 回家陪着老婆孩子 忠心住院以后的日子里 两人能真正做到相濡以沫 感情需要陪伴 如果其中一方长期缺席 那两人迟早要散